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要來教大家好 如何提升用手機打字的速度跟技巧 而且今天這十招絕對受用 Tim嫂你一定也很受用 我根本不用打字了 我從以前到現在只用一招 就是按語音輸入 因為我發音很標準 好啦 如果大家像Tim嫂發音那麼標準的話 他當然就輸入很快 沒有啦 主要是 也不是時時刻刻可以語音啊 總是有不方便的時候 再開會也沒辦法 沒錯啊 而且還有標點符號 那我今天2021年教大家如何提升工作效率 所以一樣 我今天用iPhone 12mi來教大家 快速的十招小技巧 這個你有沒有看到空格 空格你就把它按住以後 然後你可以看到 你就會去移動你上面的那個游標 看你想要移到任何的一個位置 然後像我移到6旁邊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我最常用的一個功能 大家常常會給很多的表情符號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這邊一樣也可以來輸入 你可以看到 我們下面有一個123的這個鍵 對不對 按下去 好 按下去以後 你看它上面就有符號 然後那邊就有個笑臉 笑臉最右邊那邊有個箭頭往下 對不對 按下去 哇 這邊一堆的表情啊 你都可以自己選擇 很好用喔 相信我們常常會有更多的符號想要做選擇 包含全型半型啊 好 一樣 我們點進來以後呢 長按住它 你有沒有看到它這邊符號 你就可以自己切換 甚至於呢 美金這裡呢 也有不同的符號 你可以選擇 你看我這個at 旁邊呢 也有另外一個at 這個呢 就是懶人招啦 有時候有一些字呢 你根本不想輸入 像我烏龜常用 所以你到設定 設定呢 你就選擇一般 選一般以後 你再往下滑 你有沒有看到鍵盤 這邊有個替代文字 就這裡了 好 你看 我們新增一次 右上角加 然後字詞呢 好 假設我是選 選什麼呢 等一下 然後你就一個得 它就會跳出來了 好 你就輸入一個得 你按儲存 好 這個時候呢 我們回來 你看我們到輸入這邊 你選一個得 等一下出現了 我UberE常常會 也是這樣子用 我就快速輸入法 我們常常會誤刪一段文字 那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你可以看到 我先示範給大家看 我誤刪的那個情形 好 你看 現在是不見了 這個時候搖一搖 還原輸入就可以還原了 那這個功能該怎麼做呢 很簡單 到設定 到設定以後 往下 有沒有看到 輔助使用 在輔助使用這邊 有個觸控 選擇觸控 晃動來懷原 這邊把它打開 就搞定了 好了 我們常常 文字要排列 都會按空白鍵對不對 但這個不用 你可以看到 我現在游標在那邊閃動 對不對 然後你可以看到 我在上面的箭頭 往右邊這邊有沒有 你看縮排 這邊有減少跟增加 你看我按增加 你看 它就幫你 排成你想要的 或減少 所以這邊你可以任意自己去調整自己的格式 這招我非常常用 不管是英文或是注音輸入都可以 你只要按兩次控格鍵 這個時候就幫你句號了 是不是很簡單 你還不用去切換 很方便吧 有時候 如果你覺得你手機太大的話 該怎麼辦 你想要單手輸入注音符號 你這個時候長按地球 這個時候 你看 我就切換成功了 你看有個右邊對不對 好 這個時候 你再按一下地球 往右邊 你看鍵盤就整個往右移了 有時候你會學這字體太小 對不對 我跟你講 這招連長輩都可以使用 你想要字體變大 很簡單 到設定 然後我們到設定以後 一樣選擇輔助使用 這個時候有個顯示與文字的大小 點進來後 放大文字 這邊把它打開 下面就有字集 看你要選擇字有多大 就有多大 好 你就選擇你想要放大的字體就好了 這樣子其實老人也很方便 我們常常在輸入網址的時候 說.twr.com 那有沒有快速法 有 那個點呢 長按住 有沒有看到出來了 點comr 點cnr 點twr 都有喔 好 看完了 是蠻不錯的 但 如果你的發音真的很標準 還是可以學學Tim嫂 你發音真的很標準嗎 我跟你講我用語音輸入啊 就是我一直每次看別人傻字啊 還有有人用手寫 我好朋友都用手寫 你好朋友用手寫 對手寫輸入 為什麼要如此的浪費時間 你就按一鍵 然後用講的就打完了 有什麼難的嗎 好 跟你講 但是我今天這十招 再結合你的語音 我相信你以後的速度會更快 我告訴你掃子是自鎮的槍圓道 我跟你講 大概99%是成功的 掃子的語音輸入辨識度超高的 對啊 真的 我先來一句 我幫你先來一句 好 來 新的備忘錄 沒問題 Tim嫂 來 1 2 3 我今天晚上七點回家吃飯 幫我買麥當勞 給觀眾看一下 是不是 這樣算很準吧 他們就只需要兩秒的事情 寫成這樣 幹什麼呢 不然你 今天的小技巧到此結束 等一下 那你用英文 英文我很少打英文 也對 因為我打給你 我怕你看不懂 不然大家 我們那個自鎮槍圓 中文好好學 好吧 有問題的話 下面留言 下次見 拜拜 英文也要好好學 英文也要好好學 好 那我們就拜拜